篮球没有终点 故事总有起点 大家好我是Kuqi 欢迎收看美国之间 10月13号 用的是对战活塞热身赛的勇士战报 本场勇士三大主力 Curry Green跟Wiggins都没有上场 在过去我可能会说 这场比赛的参考价值不高 但放到今年 参考价值已经不同了 因为曾经的菜鸟组合 Moody Kominga Pojensky 跟TJD 在今年都成为勇士的主要轮替球员 让他们同时上场 应该会是勇士本季很常出现的配置 甚至有可能会是勇士未来的先发组合 毕竟这四个球员就包办了后场前锋跟中锋 只要像本场这样搭配一个Milton就能上场 而在球场角色跟战术配置方面 其实他们对于自己的定位都很清楚 第一节10分24秒的边线球战术 是勇士长打的WTF 先给大家看看过去勇士长宝的WTF 再接着看勇士本场菜菜组合的WTF 最少位置就能发现 Moody是跑Curry的跑动射手位 Kominga是跑Wiggins的掩护空切位 而TJD则是负责Luny的接球后掩护 Pojensky自然就是Green的发牌手 Milton则是Klay的洛册射手位 这之中最意外的绝对是Moody 他的无球跑动技能 只有这几场热身赛证明的是货真价实 同时也取得教练团信任 当他负责战术射手这个位置 只不过最后这波WTF并没有成功 活塞先是用换防瓦解第一派空切 随后Harris也成功绕过TJD的掩护 前两派出售点都没有了 而Pojensky作为发牌手的后手是能自己下球进攻 不过最后终具也没有能投进 10分01秒的边线球突突战术 目的也是负责跑动射手的任务 可惜也没有投进 有时可知勇士这一组赛赛组合 对于战术层面的配置是很熟悉的 剩下的就是半场阵地的继续战 跟更能能力的展现 只可惜这一组先发在首节的分数 我只能给个勉强及格 主要原因在于对队友的空切机会都没有传到 像是10分58秒 Pojensky跟TJD在无人边手递手 让Pojensky突破禁区 再透过Hastage Dribble跟转身制造中具空档 此时可以发现 目的一开始的空手走位 加上Pojensky的突破 已经制造活塞防线的混乱 此时Kuminka的空切就是超级大空档 Pojensky能传给他 无疑是一次轻松得分的机会 此刻是Pojensky最终自己选择出手而打铁 10分30秒 勇士的delay action 让Milton绕过重重掩护突破 TJD后续跟进也让Konninghans内说 此时Pojensky就是大空档 不过Milton却没有传到 9分50秒 Kuminka的低位单打 落边对我们的交叉掩护 也让Mudi出现了空档 Kuminka却没传 选择自己出手而被剥掉 我前几天有看到网友说 勇士体系在外围传来传去 却跑不出空档 所以觉得这套体系没有意义 我认为有点倒果为因了啦 之所以会没有空档 是因为球员执行力的问题 而不是体系本身有问题 否则这几座冠军锦旗 也不会出现在大通中心的墙上 勇士的传切体系之所以好用 在于能够透过掩护 空切跑动去拉扯对手防线 制造混乱 同时让每位球员都有得分机会 对于除了Kurin 没有其他球型的勇士队来说 其实最为适合 如果没有跑动在拉扯防线 只打挡拆或单打 或许这几波传球失误 跟单打失败的画面会更常出现 比方勇士体系配合的很彻底 几乎每10个回合 就有8个回合在打传切 推测这也是没有Kurin在场上时 会大量出现的进攻形态 而且任赛第四场的进度来看 现在勇士能把体系直营到这个程度 确实超出我的预期了 Milton Heard跟Anderson三位老将 加盟有很大的帮助之外 几位小将都更加熟悉也是重点 首截11分半 Paul Jensky跟Milton的首帝手 先知道活塞换防问题 弱边的Kuminka跟Muddy的叫他跑位 也牵引了弱边活塞 Ivy跟Cunningham的防守注意力 导致Milton没有遇到任何协防 折入禁区 高抛给TJD吃饼得分 9分10秒的Supportization 虽然非正统 但Muddy随机应变的首帝手中距也有投进 6分50秒的ATO 让Milton先绕底带开防守者 再让Muddy跑拼档接球进攻 不过最后尝试抛头插板失败 5分50秒 还有勇士无人兵的首帝首右 至少都有犯规 而且可以发现 只要无人兵在配合 弱边堆积的三人 都会启动空切去拉扯防线 最后代表他们对体系的熟悉度 一直在提升 这也是任胜赛勇士教练团 只要跑体系的用意 当他们能下一次按照体系去跑动时 接着就会有鱼帮水 水帮鱼的相辅相成效果 而且这组年轻球员为基底的无脑阵容 跑出来的转换推进速度 更是令人欣慰 无论是目的推进找到Paul Jansky 还是Paul Jansky推进传给Milton的跑动 K全球 都是勇士非常需要的反快攻 至于第一节后半段 水哥八地的四颗三分球 则是体现出射手价值 只是我还是不确定 Waltus能否打进前十名轮替 毕竟他目前除了K全球的外线 其他技能组都比较缺乏一些 延续第一节 第二节勇士虽然阵容持续变动 但还是持续打克的那套传切 以下就挑几个比较特别的回合来说 首先是第一个set play 由Kracker为起手势 再搭配Robin的Torstek和Skreen 让终于进化成跑动射手的Mudi 投进三分球 只不过这球出手还是有点慢 回到Reset的出手模式 下个回合再跑通常的战术 火山很快就用换防来破解了 后续也守住场上 没有硬解单打手的勇士 10分半 Luni跟Hill的守地守配合 Hill吸引防守后 再传给Luni打进2加1 9分15秒表面上是有Anderson 跟Paul Jensky的倒挡猜 但其实Anderson传给底角TJD 瞬间跟Paul Jensky 执行无人边Dribble Hand Off的战术 而Paul Jensky再透过Hot Stage Dribble卡住空间 结果他却不投去传给TJD 形成了失误 4分多钟 勇士有执行相同的战术 这次改成Kominga跟Milton的倒挡猜 而Kominga同样把球传给底角的TJD 瞬间跟Milton转换成Dribble Hand Off 可惜外线没有能投进 值得一提的是Paul Jensky因为冲抢篮板失败 勇士被迫执行二手式的快攻防守 可以看到TJD边退边指挥Kominga 自己则退回禁区盖锅 连续挡掉活塞的两波进攻 再转换成勇士的快攻三分球 果然在这种需要机动性跟连续弹调的护框上 还是TJD最为适合 除了上述几个回合还有6分多钟 Payton的短档才弱硬 Mudi却没有传到 错失其中得分的机会 5分半Kominga回拳挡猜的突破传给Payton Payton碰挡不出手又传掉 这些回合就是明明有空挡 却都没有把握的最佳范例 幸亏4分40秒 TJD在湖顶的Deletion 终于成功传到了Mudi手上 轻松拿到分数 第三节菜菜组合再次出现 根据勇士写手Viru的文章 10分58秒 勇士的底线发球 Mudi跑出了Ricky Action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射手先绕过队友掩护 然后再立即回切绕回来接球出手的战术 而且必须再次称赞 Mudi的跑动可以选取动作 越来越标准跟流畅 看得我是痛哭流涕啊 9分半TJD在D位发动Splice Action 位置有点太靠近3分线 最后他还往外多运一下 导致Payton没有接球位置要打手地走 甚至还被TJD的手肘给打倒 因为这一咬Payton就下场休息 没有再回来了 40秒TJD的G-BRO HANDOFF 绕过Mudi找到Milton Milton再突破禁区高抛给自己 持品得分 这也是本场Milton传给TJD的第四次助攻了 看起来就是一组能够开发的组合 毕竟Milton是Curry以外突破进去 带有技巧比较好的后卫了 在这点上Pojensky速度不太够 Hill的则是突破跟带有技巧没有那么好 7分钟 勇士的Chicago Action Kumiga作为接球者 其实能够Payton中距离 但是他却退缩 传给Milton去打掉 其实从第一节开始 勇士阵地战的执行成功率就没有很高 此时正是需要Kumiga的硬结单打 虽然硬结次数不多 但还是有 只是我没有想到他确实是靠着3分球来输出 先是在第二节投进两颗PoAbo3分球 第三节立刻又投进一颗快攻3分球 加上火赛这场比赛的3颗3分球 Kumiga在四场任赛一共投进了10颗3分球 命中率高达55.6% 不仅让我想起来去年的场况 希望不要连开季后的表现都复制下来才好 Kumiga在5分50秒时就快攻推进 吸引防守再转传给Hill的投进3分球 后续还有一颗单打Harris的中距离 也是不错的尝试 第三节最后又来到8D水哥的双射手时间 必须说他们两个跑动起来去搭配Luni 真的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虽然第三节他们准度稍稍下滑 但是以出手机会来看还是很棒的 后面第四节开始有 非正式轮替球员的回合我就不多提了 想看的朋友还是欢迎去看完整的比赛啦 以本场比赛来看 勇士在执行穿切体系的层面上已经渐入佳境 可以正常跑动空切跟掩护 而且在强弱边的交叉掩护跟防线拉扯上都比预期的还要好 只是在瞬间决策寻找控档这些细节还是不够好 尤其是很容易找不到对角或落车控档的队友 容易出现有跑出机会却没有传到位的状态 而且我认为Kuminka在这套体系中过度隐形了 选择时候都成为拉扯防线的诱饵而不是终结点 反而是梅尔腾、Moodie和Pojensky赐下较多的终结球权 只可以现阶段他们的能力 要高效率撤掉球权还是需要时间去磨练 本场可以没有打导致Pojensky跟梅尔腾负责更多的持球跟下球工作 结果却有点超出负荷 梅尔腾全场只有11投2中还送出3次失误 只有7次助攻值得赞许 而Pojensky虽然命中率不错得到12分 但是5次失误却是全队最高的 当然目前都还在热身赛的阶段 希望他们能够尽早适应这个角色 而Moodie的表现则超出我的预期 真的把无球跑动可以权虚的技能组给练起来 而且透过季前论赛的表现 加上克在前几天的访问中证实 Moodie会是勇士开季后的主要轮体球员 这虽然是正确的决定 只不过本场Moodie获得全队最多的出手次数 效率却不是很好 除了几次的外线出手命中 区域的突破上篮 篮下终结都还是过于直接 因而被盖掉一些出手 不过Moodie球迷也不用太担心啦 只要他能跑动K权虚 他绝对会是勇士的轮体球员 至于Hill则是符合的预期 只有准度超出预期 但要维持将近60%的外线命中率到开机之后 是不太可能啦 所以等到开机后可以再持续观察 不过以现阶段他的表现 能跑动K权虚 偶尔自主直球进攻 偶尔拉扯防线在导船 这样作为班阵输入手就已经很够了 至于Kuminka目前在热身赛 受惠于体系的得分还是比较少 大部分都还是个人能力的展现 该如何调整 会是Kuminka跟教练团都需要思考的 不幸中的大幸是Kuminka的外线状态很好 这能让教练团相信他在场上 是对进攻空间有帮助的 其实我本来想再讲一些勇士本场的防守啦 但无奈于活塞外线手感不佳 有点难判断勇士防守到底是好还是坏 即使初步以比赛内容来看 我认为勇士防守是有在持续改善的 不过最终该如何评价 还需要更多对手当作样本 才能有一个比较确实的判断 总结来说勇士在攻守两端的磨合 跟默契配合上确实超出预期 这让我对于本球季的战绩多了一些信心 只是球员状态还是决定一切 由于是Kurley手指受伤 更别说他在受伤前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Wiggins更是一场热身赛都还没有打 因此勇士开机后还是有点扑朔迷移啦 不过全队至少都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好了本集勇士战报说到这边了 后续想要定期follow勇士队的状态 就欢迎追踪我的频道啦 篮球没有终点 故事总有起点 我是酷奇 我们下一次见